古言有云,凝枪一挡,暗箭难防,被地里对你下狠手的人,往往让人难以防范。 人生他们可能在表面上夸奖你,实际上却在别人面前说坏话。 这类人常常摆出一副善意的面具,欺骗他人,用某种伪装的善意掩盖自己的恶行。 人生有限,我们理应亲近那些心善之人,远离心狠小人。 一般而言,真正心狠的人往往具备一些明显的特征,一旦发现,我们应该及早远离, 不给他们伤害自己的机会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末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。 缺乏道德约束,为达目的,不择手段。 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,且不说他的学识阅历,也不论他的言谈举止, 就从做事方面来说,认定的是一定要做,不但要做,而且一定要做成, 扩胡,即使杀人放火,危害他人利益,甚至生命也毫不犹豫。 这不就是那些抢劫犯,杀人犯,诈骗犯,贪污犯吗? 对了,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,那就是没有道德约束, 为了一己私欲不达目的不罢休。 对于常人来说,什么事可以做,什么事坚决不能做,都有一个底线。 这也是一个人的做人本性,是不可缺少的道德修养。 即使再穷,也不能去偷去抢,即使再怨恨,也不能去故意伤害别人的性命, 即使再方便,也不能挪用国家财产,这些人都是正人君子,都是百姓眼里的好人。 但是恶人就不同,在他们的眼里,没有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, 只要自己愿意,就可以去坑蒙拐骗,就可以利用职权之便,贪污腐败, 就可以无视他人的生命以及财产,一切只有一个原因,我想这么做,就必须这么做。 可能有些人的身上这些苗头还不是很明显, 但他的心里已经潜藏着无数个利己的想法, 只要条件满足,时机允许,他就会冒天下之大不为,为所欲为,伤天害理。 自私自利,尖酸刻薄。 自私自利的人,同时也是对他人极为尖酸刻薄的人, 他们心中最注重的便是个人的利益,在利益面前,没有感情,除此之外, 即使没有利益纠葛,在日常生活中,他们也会言刺犀利, 对他人鸡蛋里挑骨头,对他人进行嘲讽,甚至是落井下石。 这样的人之所以说他们狠毒,是因为他们自私到了无情的地步。 一旦有人遇到困难,他们甚至能够冷血到在一旁袖手旁观, 心中只希望不要连累到他们,不要牵扯损害到他们的利益。 更有甚者,这些自私自利的人,不仅仅不让自己吃亏, 还会去贪老实人的便宜,他们认为贪到就是赚到, 不去占便宜也是自己的损失, 为此,他们可能会暗地里使出各种阴招,挖出各种陷阱。 总而言之,一旦自私自利刻入了骨子里,定然是无情心狠之人, 对于这样的人,要指望他们能有同情心, 比登天还难,不如认清现实,早点放弃。 遇到这样的人,躲得远远的, 特别随和,总是笑脸相应。 真正心狠之人,往往给人感觉特别的随和, 没有什么脾气,总是笑脸相应。 当你身边出现这类人时,要留个心眼, 不要卸下防备。 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尤其是在职场上,不要轻易地交信。 记得我刚工作纳会,有个大哥哥,对我特别好, 起初我还设防,不过架不住他的嘘寒问暖。 时间久了,我是把他当朋友了, 心里面的想法也会跟他谈论, 有时会随口在他面前说下同事的坏话。 其实也谈不上,顶多是一些客观的评价。 他当时还装作有模有样的附和, 我以为他也是这么认为, 不料他却被地里偷偷把我说过的话, 添油加醋地经由第三人, 说给了那个当事人。 结果可想而知, 我成了别人嘴里的小丑, 而他却因此笼络了人心, 得到了晋升。 这种以爆料来套取近乎的方式, 特别让人不齿。 虽说我是自作自受, 为此也付出了代价, 但自那以后也算是痴疑欠掌一掷。 不再对人不设防了, 尤其是总是笑脸相迎, 却看不到真情实感之人。 每天一点新思路, 每天一些新感悟, 欢迎订阅夏末国雪。 假人假意, 表里不一。 生活中也有一些人, 满口子是仁义道德, 侃侃而谈, 将自己标榜塑造成正人君子, 其实背地里却坐着鸡鸣狗道, 见不得人违背良心的勾当。 这样的人, 也是心狠手辣之人, 表面上看起来风堵翩翩, 实际上是在利人设, 戴着面具世人, 简而言之, 这些都是伪君子。 父亲多是读书人, 仗义多是图狗辈, 越是标榜自己, 越是假人假意的人, 越是可怕, 你没有触碰到他的利益, 他还能在你面前, 维持假人假意的形象。 一旦你触碰到他们的利益, 那么这些人就会露出狐狸尾巴, 摘掉面具, 露出獠牙, 用各种手段对付你。 都说, 宁愿惹十个君子, 不惹一个小人, 而这些假人假意, 满口子仁义道德, 被地里鸡鸣狗道之人, 是小人中的小人, 一般小人与他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, 他们的手段更加心狠手辣。 真正心狠的人, 擅长当面一套, 背后一套。 俗话说, 人不可貌相, 海水不可斗梁, 的确, 有的人, 看上去长得很有心计, 实则有着一颗火热的心, 有的人, 看上去人畜无害, 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狠角色。 真正心狠的人, 往往是个笑面虎, 人前彬彬有礼, 热情大方, 尤其是对新来的人, 总是嘘寒问暖, 刨根究底, 在摸清了底细之后, 如若有利用价值, 则会进一步稳住, 若是毫无利用价值, 也会皮笑肉不笑。 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, 他们最擅长做两面派, 平常跟谁都合得来, 一旦出现利益的争夺, 便立即投身到挑拨离间的中去, 本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, 也可以开诚不公合作, 但他偏偏要从中搞鬼。 对, 贾方说, 乙方的不是, 又在乙方面前, 故意提及贾方的秘密。 而不明就里的两方, 很容易就上当受骗, 最后落得欲榜相争, 鱼翁得利的后果,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看似无意说某人这里不好, 那里不好的人时, 心里就要警醒了, 一来不要得罪, 二来, 不要表露你的鄙夷, 当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对象。 喜欢打感情牌, 背地里却机关算尽, 第一次见面, 客客气气, 第二次见面, 就拉着你套近乎, 哥哥, 姐姐, 大爷, 大妈喊得清甜。 不知道的, 还以为真是一家人, 真正心狠的人, 时常把最诡秘的心思包藏在善解人意的外表之下, 譬如, 对于长期缺爱的女人, 看上去警惕性很高, 但只要一点点温存, 就能够赢得她们的青睐, 有的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, 表面上无比怜惜, 装作是那个拯救爱情的人, 又是表白, 又是做出非你不娶的样子, 但实际上, 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, 等到激情散去, 便消失不见, 才不管你已经爱得死去活来呢。 有人靠打感情牌, 去欺骗真感情。 还有人靠打感情牌, 去套取商业机密, 或研究成果, 上演现实版的谍影重重, 精心设计一个骗局, 把各方人物拉下水, 让他们展开博弈, 为的, 只是让自己不花一分钱, 便得到不可估量的财富, 地位或荣誉。 这样的人, 把真情当幌子, 把他人当垫脚石, 推功懒过的事情做多了, 便也露出了真实的嘴脸, 哪怕伪装得再好, 也会留下冷酷无情的标签, 久而久之, 人人对其敬而远之, 更不要说有真心朋友了。 心狠的人, 你若敬他一尺, 他就还要强占一丈。 俗话说人敬我一尺, 我敬人一丈,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 越是礼尚往来, 越是互相敬重, 这是高尚道德的体现, 也是君子之交的所奉行的原则。 可是, 真正心狠的人, 大心眼里瞧不起任何人, 凡是以自我为中心, 你越是对他礼让三分, 他越是得寸进尺, 并且还理所当然的指管索取, 从不复出。 在职场中, 我们也经常见到这样的人, 他们要么占据了某个职位, 本身没有拿得出手的真本事, 但最为擅长吹嘘拍马。 推诿责任, 一旦有什么事情, 就搬出上级来命令下级, 大事小事全然不做一点, 只负责邀功情赏和大吹大雷,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, 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 这样的人, 就是把手下的人当成为自己谋名利的机器, 要用的时候招呼一声, 不用的时候视而不见, 冲而不闻。 面对这样的人, 一次两次可以顺从, 包容, 但一而再, 再而三地逆来顺受, 就只会让他愈发得意, 愈加放肆欺负你, 而你也不会得到其他人的同情。 因此, 千万要懂得及时亮出自己的底线。 学会巧妙地拒绝, 必要时, 哪怕义正言辞地拒绝, 也不能莫名其妙地被利用, 每天一点新思路, 每天一些新感悟, 欢迎订阅夏末国学。 请这里,